不想你 凌惟敗 這傷口 總會結巴 介紹這首新歌《親愛的巨人》 在情人節的時候 派上來 雖然是在情人節派 但其實是可以送給不同的有情人 好像在一個MV就可以展現這個訊息 對 例如是親人 總之是我們心目中的巨人 可以保護自己 亦覺得這個巨人給了很多力量 其實他也是一個巨人 無論是愛女 家人 甚至是朋友 而這次的手就很溫暖 但其實詞是陳詠謙寫的 也辛苦他的 因為我們改了幾次 最初的詞就沒有現在這份那麼溫柔 現在這份是很溫柔 恰到好處 很配合那個melody 我覺得也適合現在疫症的時候聽的 因為我在MV裡面 我的巨人就是我爸爸 但其實現實生活中 可能一些沒有接觸的人都成為我們的巨人 例如醫護人員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一起集氣 為他們打客氣 因為真的很感激他們 剛剛也有說 其實有一兩首歌是錄音還是錄好音 有一首是錄好的 是我自己很喜歡的 很甜蜜的 也是一首盲歌 是很適合某一個場合用 結婚 當然是 為什麼要用這個想法去寫這首歌 你敢說 難道喪禮 我希望大家都可以感受到那個甜蜜 不過到時候先 你有沒有覺得自己大過了 成熟了 開始唱的題材或想說的東西 都是另一個階段 也是 不是那時候小妹仔 小妹仔就會說夢想 苦 堅持 執著 但現在很多東西都是說 比較軟化的東西 還有說情比較多 不只是一個人的事 可能是兩個人的事 可能是家庭的事 也是